台北市政務局長 安發以後 本人局跟台北市政務局長 台北市政務局長 我們就順利專案下去 對這個案子的進行政辦當中 早上我們警察官司會來驗示報告 來塗的致命傷 槍上的位置 兩位大部分都是在頭部的槍上位置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大概掌握了 他代理的什么人力目前正在积极最小中 好 谢谢各位 两个身上的弹孔还有其他 两个身上的弹孔 目前我们根据法医师的 吃的判断结果 应该是一个是中 两枪一个中式枪 分别是 是一样的 没有不一样 对啊 当时是谁 其中一个人先下去买饮料 当那个人是谁 然后在车上第一个死掉 好 谢谢 我想这个有关于 有关于这种市局的问题 这个不完便在那边 侦探中在那边讲 前半人的身份和特征都会讲 前半人的特征是175公 170公分左右 那昨天离开的时候是做黑色的 黑色的外套还有牛仔锅 所以根据法医师现在是都 你是凶险跟那个 就是有认识吗 还是说进度比较一样 凶险跟那个 跟死者 他们是应该是 双方都有认识的 那那 逐步开除 开除啊 应该是在为我们就会 从我们一开始在征判这个案件的时候 我们从征判案件的时候 就把一些相关人等 都是类为政府的做查证的动作 那这能经过我们的传判 他们都愿意配合到我们办公室来做了解 接着我们的案件来侦查 来做理清 所以这个部分在我们做调查的部分 都是属于证人 刑犯有任何黑道的背景 或是有运动之类的刑客吗 刑犯 刑犯 刑犯我目前就在警察当中 那我讲一讲说 他确切就是这两个东西 这是一种伤势 如果是被砍的 他集中到几枪 以及蔡忠 他目前他被集中的枪 是有几枪 又在哪里 死者的致命伤 致命伤 都是 都是集中在于头部 头部大概是 每一个养胃死者集中到 如果中一枪在头部 他都是一个集中商